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的爆炸事件 还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目前警方已经朝恐怖攻击的方向进行调查 大楼玻璃碎裂几乎所有楼层都有受损 身穿白色防护衣的调查人员 在建筑物的周围进行收赠 那么根据SKYTV记者说明 爆裂装置里头大约有5公斤的爆炸材料 一次放置在大楼附近的巷弄里头引爆的 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这间电视台是希腊最大的电视台之一 爆炸发生之前 还有另外两家媒体接获电话恐吓的警告 当地官员就表示 这是对民主发动的攻击 媒体自由不容许受到威胁 表达严厉谴责 英国脱欧的情况 现在好像每天都会出现一个新的版本 因为可以说是状况不断 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 欧盟在19号的时候将会公布 无协议脱欧的细节 也就是所谓的硬脱欧 而这种僵局也让英国留欧脱欧 二次公投的可能性大幅升高 英国首相媒一与欧盟领袖热络招呼 但其实在这场峰会上 媒一求救不成空手而回 这也让曾经被看作笑话的二次公投 开始被各界认真考虑 根据新奇泰晤诗报 若再度公投 选票上将不会只有支持或反对脱欧而已 而是会两阶段投票 先问选民希望脱欧或留欧 再让选民从美意脱欧协议 与无协议脱欧之间做选择 过去美意政府认为 二次公投只会带来灾难后果 现在看来只要规划得宜 反而可能有助于它脱离僵局 两半年在谈计一条 会完全无法选择 我们必须找到一路 而我认为回到人民 请他们给他们最终的说法 新奇泰晤诗报指出 美意副手李登顿 已经协命与反对党会谈 希望营造跨党派共识 为二次公投做好准备 不过包括CNN与BBC都指出 美意将出面严正反驳 外界物理看花之际 欧盟已经准备好 19号公布无协议脱欧的细节了 大海新闻女方编译 来看到这样的自然景象 这是澳洲 澳洲被大雾笼罩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澳洲大部分地区天气都算晴朗 可是东南沿岸的雪梨 却是罕见的浓雾来袭 浓浓的白雾笼罩整片天空 澳洲出现海上大雾 包括著名的景点 雪梨港湾大桥 歌剧院等地 他们的上空都被笼罩 几乎快看不见天空 能见度相当的低 根据澳洲气象单位指出 因为南风的吹拂再加上暖湿空气接触到冰冷的海面 才会形成这种少见的景象 而这种情况通常一年只会出现一到两次 而大部分会发生在二月今年 因为气候异常导致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提早许多 蒙古最大的湖泊库苏古尔湖有深蓝色珍珠的美誉 每年总是吸引超过七万多名的游客到访 不过当地从1950年以来 有不少的汽车在穿越冰封湖面的时候沉入湖底 蒙古政府曾经大规模地打捞 吊起一些乘车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留在湖底 万一油箱嗅食的话 湖水将会受到严重的污染 湖面如镜 映衬着优远蓝天 有深蓝色珍珠美誉的库苏古尔湖 是蒙古最大的湖泊 每年吸引近七万游客到访 而且人数还在持续激增 这片碧水也是蒙古最纯净的淡水资源 为了维护环境 游客必须在指定区域丢弃垃圾 但游湖形成新盛 却也带来污染的风险 另一个潜在风险 则是来自这一片宁静底下 根据官方统计 1950年以来 大约有60到67部汽车 不幸在穿越冰封的湖面时 葬身湖底 2011年 蒙古国家应急管理单位 曾经展开长达9天的打捞行动 在零下45度的低温中 成功吊起好几部爬车 不过沉睡在湖底的车辆里 依然还有燃料 随着时间过去 油箱可能会渐渐秀实 水底的暗流也难保 不会让这些车辆位移 撞上岩石 不论是哪种情况 后果都不堪设想 随着地球环境恶化 干净水源更是弥足珍贵 酷苏伯尔湖一旦遭到污染 不但会扼杀旅游商机 更会酿成生态浩劫 守护环境的理想 和现实中的局限 正考验蒙古政府的吃亏 大海新闻 江文婷编译 插播外电的最新消息 印度孟买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 有一间公立医院发生活紧 至少有六个人死亡 超过一百四十人受伤 画面中看到医院不断冒出浓烟 几乎快又看不到医院大楼的模样 印度孟买西部近郊这一间医院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突然窜出火苗 尽管相关单位出动八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灌旧 但是因为火势相当猛烈 再加上很多病患来不及逃生 导致有六个人丧生火窟 还有一百四十七个人受伤 其中包括两个月大的小婴儿 根据初步调查 疑似是电线走火所引起的火灾 焦点回到台湾 非洲猪瘟的议题开始延烧 尽管政府不断的宣导 请民众不要携带疫区的猪肉制品入境 不过这两天 全台湾边境的机场还有港口 已经朝后四十多件 民众违规携带猪肉制品的案件 现在为了防范疫情入侵 农委会将要提高法则 避免非洲猪瘟的疫情蔓延到台湾来 农委会表示 18号凌晨开始 民众从三年内发生非洲猪瘟的国家 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台湾的话 没有主动申报 第一次的罚还将从五万块钱提高到二十万 第二次开始直接开罚一百万新台币 因此请民众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健康话题 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维他命发泡钉 像是维他命C的发泡钉 喝起来甜甜的好滋味 那么像汽水一样 不少人非常喜欢靠它来补充营养 只是要提醒您的是 服用过量可能会影响到健康 因为会导致节食 因此营养师就提醒民众 想要补充营养的话 还是天人的雄厚 丢入水中瞬间溶解 维他命C发泡钉甜甜好滋味 会觉得有一点点感冒的时候 想要补充一点维他命C这样子 上课前充分准备教材 年轻的蔡老师平日有喝发泡钉的习惯 差不多喝两杯就是心里觉得有补充到维他命C这样感觉就够了 喜欢靠它补充营养的人还不少 偏向于让我们身体可以健康这样子 对 你不敢喝太多 对 不敢 为什么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疑虑 不敢喝太多 维生素C它的建议量上线摄取量是2000毫克 所以一般来说不要超过2000毫克 如果摄取太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藏味道的症状 例如说腹痛腹泻 营养师建议使用发泡钉要注意维他命C含量 维生素C在体内会代谢层草酸 那有研究指出说 如果摄取2000毫克这个维生素C 可能会有这个提高草酸钙解释的风险 货量对身体有负担 尤其发泡钉还含有代糖 香料 甚至是其他食品添加物 营养师提醒民众 补充体内维生素 尽量摄取天然蔬果为主 大爱新闻黄子林杨俊廷台中报道 而佛联盟调查城乡孩子的生活差距 发现到有四分之一偏乡儿童 在放学之后需要帮忙家务 因此没有空闲的时间来念书 也缺少父母亲的陪伴 相对于都市 有将近八成的父母亲 他们的愿望是 希望每天都可以替自己的孩子 来准备晚餐 一起来关心这份调查结果 都在帮忙喂猪喂鸡啊 六日的话还要帮爸爸到外县市去 卖一些农场的产品 每天帮忙分担家中工作 是就读小六的小问生活日常 也是许多偏乡孩子的每一天 早上在学校 阿嬷自己在家 结果没有人陪 阿嬷自己一个人在家会受伤 影片中的小妹妹 由奶奶一手带大 乖巧懂事的她 除了要分担家务 还要照顾年迈长辈 她的生日愿望 只希望家人能过得更好 偏向孩子回到家以后 因为常常家里是没有人的 那有时候需要帮忙家人做事 然后他们也会有大量时间 是自己一个人 或者是要玩3C去度过 这个没有人陪伴的时光 根据儿福联盟城乡差距调查 相较于都会区 有86.7%的孩子与父母同住 偏向孩子近四成 只和父母其中一方住 而23.3%甚至没有和双亲同住 家庭收入不稳 以及隔代教养 让他们只能被迫长大 更别说还要兼顾课业 他们的学习是很容易出状况的 而因为他们的家长 没有余力去在乎 就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住 阿公阿嬷可以照顾他们三餐温饱 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不可能去指导他们课业 因为贫穷等问题 偏向学生需要依靠学校或社区资源 来支撑平常的照顾或课后辅导 也需要更多的陪伴与关心 让他们的成长不孤单 戴爱新闻范秀宜 戴英中台北报导 台中花坡外埔园区的大爱馆 里头有着非常有特色的互动装置 像是用废弃的宝特瓶 变身成为半颗地球 令人相当的惊艳 要把1200只宝特瓶 组合成半颗地球不容易 慢慢绑 慢慢拉 手筒继续做 熬了一个多月 地球才打造完成 地球上充满污染垃圾片布 透过互动装置亲自体验 垃圾剪完后 萤幕画面也瞬间改变 对 变干净了 发烧的地球 温度很高的地球 对 那我们把宝特瓶剪完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变成绿色的 你没有回收就变成垃圾 有回收就是资源嘛 所以叫大家一起来把环保做好 进来就有知识可以吸收 大爱馆推环保特色多 刺激原件的九二一希望工程 和减灾希望工程校长也来参访 有一些启发 包括对我们环境的爱惜 还有一些我们制造的一些污染 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回学校 把这个资讯带给学生 充实环保知识 落实在推广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大爱信物黄子凌 欧昂光辉台中报道 由慈激基金会举办的第一届 青年工艺实践计划 鼓励年轻朋友多多的同入工艺 同时关心慈善的议题 新年报导今天要带您看到 新北市的老旧针织场 如何活化 而且找到新的契机 那么远的地方来 很欢迎很欢迎 小沙姨终于给你补好了 我们来看看她 刚下飞机 远从香港而来的何佳琪与妈妈 赶到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一间 三十多年历史的纺织场 要领回她的小布偶 有点怎样 拔门 拔门 因为这个嘴巴要弄 不太好弄 所以有给她弄一点点进去 但是慢慢她会这样 因为她现在还有一点 蓬松的感觉 看起来完好无缺 其实是经过一帆功夫的 巧手修补 今年二十五岁的何佳琪 国中时家人送她这只小鲨鱼 从此不但天天陪伴她睡觉 手机桌面也是她 但时间越长 感情越深 小鲨鱼却越来越惨破 小鲨鱼我们经过检查以后 我觉得它是极重度的伤产 是相当严重 她说她在香港找不到人可以修理 去帮她做修理 因为这份珍惜 他们不惜远道而来 带着满足的心 终于可以带着小伙伴回家 这种心情 陈良全感同身受 因为就如同 她对自己的纺织厂的感情 即便老厂逐渐没落 还是依旧坚持 这个下午工厂仿佛找回了好久不见的活力与朝气 民国六十二年 我就开始梦 梦这个真知了 所以当然感情很努力 我也希望说 这个行业可以继续落 我们是两条沙 两条沙 一年多前 陈良全的女儿找来好朋友Yuna 一起推出纺织聚落 再生计划 他们借重老师傅的记忆 开办六种不同课程 像今天学的是绣补课 自己的衣服或者是家人线衫或什么 破洞 一个洞就丢掉或者蛮可惜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 就会拿来补 我们会觉得就是你有这些技术 你这些技术更应该被保留下来 因为其实这些技术老实说 如果没有留下来 就是台湾就这样 没有这些技术了 除了一针一线的绣补 也进阶版利用手摇编织机 慢慢地针织出一件衣服 针对本身就是服装设计师的 谢婉君来说 简直是大开眼界 慢慢地 对 慢慢地 未来想要以一个品牌的方式来发展 所以想要多了解各种布料的特性 实际来到谢婉君的工作室 黑与白的简约风格 是他与先生共同创立 他兴奋地拿出那天上课后 最后编织出来的上衣 真的 真的 我就就是想说 他就问我们说想要做什么东西 我就说那我比较想要做衣服的 七年级生的谢婉君 其实并不是科班生 过去学的是建筑设计 像大部分女孩一样 天生爱漂亮 对服装设计总是怀有一分梦想 为了圆梦 2014年他决定独自到米兰 学服装设计 但学成后回到台湾 依旧认为传统记忆 对服装设计的不可取代性 就有融入一些东方的人数 把它转得比较现代化 年轻化一点 那我们目前的系列都是 以一些品质的布料为主 那之后会陆续增加一些 增资的东西进来 仿制工业随着产业外移 逐渐没落 但走过辉煌年代的老工厂 也是孕育第二代成长的养分 年轻人思索着如何复苏 终于渐渐找回老厂的人气 同时让新一代设计师 有机会见证 并且传承老记忆 期盼有一天 能让纺织 制造出新的未来 现在冬天的气氛 可以说是越来越浓厚 而且快过年了 慈激之工陆续在中国大陆各地 进行寒冬送暖 志工们不怕路途遥远 还有道路崎岖 把一份份的祝福 送到乡亲的手中 今天志工早会当中 真言上人就说到 这就是落实天下一家亲的理念 更是把菩萨心肠 化为冬天的暖阳 看到了大陆东令 现在开始在发冬衣免费 还有过年要用的资料 统统都花了 交通不方便 自工还是到位去 到他的家去 这种人的心 只要启发起来 大家有志一同 点滴的清水 滑水 那累积起来 疲齿免利 走入人情 路在野 在间距 我都可以走得到 这种 点点爱 就是滑水 自己受用 也去受用在 苦难人的心中的 让他们也有 生活下去的方法 所以安住心 安住身 让他冬天有冬衣 皇屋 Pora如何帮他们遮风 让他们避移 这都是吧 彼此之间 菩萨发心也都 真诚走入了 最苦难的地方去 真真都是很感人 很感动 今年环球小姐选美 结果出炉 来自菲律宾的家里 摘下了后冠 她不仅拥有亮丽的外貌 更有一颗善良的心 因为她曾经在菲律宾的 贫民窟服务 所有人秉庆宁神 一听到主持人公布结果后 代表菲律宾的环球小姐 表情相当惊讶 台下黄呼声不断 带上后冠的这一刻 终于实现她多年的梦想 他总是说 最短的旅程开始 一只步 当你有梦或想象 很远距离 很远距离 你会感到疲惊 但当你看起来 只有一步一步 一天你会从脖子上 你会在你的目标 24岁的葛瑞周一 在泰国曼谷摘下后冠 事实上她在两年前的 世界小姐大赛上 隐恨败北 她不敢到气馁 今年卷土重来 从各国家力中脱颖而出 她永不放弃的精神 相当令人敬佩 而她不只有 搅好的外貌 更拥有内在美 葛瑞曾经在贫民窟服务 鼓励孩童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艰困的环境下 寻找一丝希望 获得平成青睐 并希望自己可以带给 更多人正面能量 菲律宾总统府也发表祝贺声明 表示她的美丽 自信 智慧 还有面对挑战的毅力 值得众人学习 并说她是菲律宾的骄傲 带新闻洋情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 英国动物园票选出 今年十大可爱的动物明星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